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最重要是靓声 今天讲Audio Note CD机 我身后这款CD4.1X 我2017年买入这部CD机 当时Audio Note CD机有五个型号 最经济的是Zero 对上的是1.1X 再上的是2.1X 3.1X 4.1X 这部4.1X是当时的最高型号 我买了之后厂方又推出了一部更高级的5.1X 我为什么要买这部CD机 原因主要有三个 并不是特别为了它的18bit分析能力的DAC 最大的原因是喜欢它的声音 我喜欢它的声音活泼开朗 中性自然 音颜不重有感情 第二是喜欢它的CD唱头 雷射十讯是用了Philippo Pro 2 一款我心仪已久的CD唱头 第三是价钱 它的价钱刚刚在我的射程范围之内 即使到了今天我都不会买5.1X 因为是远超我的射程范围 至于低一级的3.1X 它又没有用到Pro 2头 所以即使到了今天 这部4.1X都是我心目中的第一选择 在上世纪90年代 有很多很高级很结出的雷射唱头面世 欧洲方面的代表有Philippo 在另一边的日本 结出的制作就更加多 有Esoteric Zony Denon Nuxman CEC Nakamichi Pioneer JVZ 我觉得Philippo的声音跟日本的制作有些不同 我喜欢Philippo较为甜润温暖 具音乐性的音响表现 在90年代 另外印象深刻的Philippo结出雷射唱头 有CDM3、CDM4 Pro 之后有M9 Pro Audio Note所用的Pro 2雷射唱头 就是在CDM9 Pro停产后推出的 我有个心愿 就是想收藏了M3、M4 Pro、M9 Pro和Pro 2 这个心愿现在达成了一半 Po 2雷射唱头已经停产了很多年 不过Audio Note有大量的存货 所以可以继续生产CDGate和CDTransport Po 2并不是由Philippo自家的厂房生产 而是交由一间Digital Audio Industrial Supply的数码公司生产 这间数码公司以OEM形式 为Philippo先生产CDM12 Industrial 之后的产品有CDPro、CDPro2、CDPro2、CDPro2M、CDPro2LF LF代表无源 符合欧盟的环保标准 这部CD4.1X就是用了CDPro2LF 这部CD4.1X就是用了CDPro2LF 虽然比较两个雷射唱头的声音不太准确 因为两部机的牌子不同 线路不同 零件不同 生产年期都不同 但是我们都可以从中听到两个雷射唱头 两部机的声音分别 比较之下 CD4.1X的唱头部分 声音是表现得更加光亮清澈 爽浪高速 分析力更加好 弱音细节更加多 聚焦力好 Mid Bass更加扎实 有冲击力 整体的声音是较为现代化 Fader的速度分析力 声音的扎实硬正程度 明显不及CD4.1X 但是Fader有一点很吸引我 就是中频人声一带的吸引力 是较为温暖浓郁 声音是多一点柔软性 这些都是旧器材的独特魅力 是另有一番之味 玩个游戏 比较下两个雷射唱头的阅读能力 找个难播的碟 找到这支CDR 这支盘很难播 这支盘很浓 大声小声大声小声非常浓 把同一支盘放过来 把同一支盘放过来 流畅很多 这支碟是特别难读 可能制作上有点瑕疵 99%以上的碟 CDM9 Pro都可以由头读到尾 绝对没问题 相比下我们可以看到 Pro2头的阅读能力是更上一层流 Audio Note CDG12345 在型号上都有这个1X根尾 1X是代表没有数码来波器 没有超取样 而是用了模拟雷波器 来代替数码雷波器的工作 因为厂方认为 数码雷波器会令到动态压缩 令到音乐重播没那么生动 没那么抹潑 其实这种设计并不是新事物 早在1981年第一代CDG已经有 只不过Audio Note将这个设计 发扬光大 推上最高峰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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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